原子核的发现者,阿瑟·卢瑟夫·勋爵将科学分为物理学和邮票收藏 毕竟,他是一个物理学家 但他有一个观点 其他的科学,如天文学、化学、地质学、尤其是生物学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收集数据并以各种方式进行分类 相比之下,物理学则依赖于分析现象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我是摩西 科学的这种收集已经非常成功,尤其是生物学 而本周,生物学的收藏册又增添了新的篇章 那就是新发表的21篇关于大脑及其细胞的论文 这些工作是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组织下完成的 这些论文旨在回答三个相关的问题 大脑细胞的组织是什么? 哪些细胞与神经和精神疾病有关? 什么使得致人的大脑与其他动物的大脑有所不同? 大脑,尤其是人类的大脑,是一只宇宙中最复杂的物体 这些论文证实了大脑包含约3000种不同类型的细胞 而在此之前,整个人体,包括大脑,被估计只有300种细胞类型构成 这个估计是由位于斯德哥尔摩的Karolinska研究所和位于西雅图的艾伦大脑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所做出的 他们对三名男性和一名女性的大脑进行了死后研究 从器官的九个区域取了606个样本,并从脊髓取了一个样本 然后,他们提取单个细胞的核并观察其中的RNA分子 RNA在化学上与DNA相似,并有许多种类,每种都有不同的功能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功能是充当性史 将如何制造特定蛋白质的指令 从存储为DNA基因编码的蛋白质配方的核 传递到制造这些蛋白质的细胞工厂,称为核糖体 分析这些RNA性史可以揭示正在制造哪些蛋白质 并且,细胞产生的蛋白质决定了它是什么类型的细胞 基于这一点,两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了31个 具有类似RNA表达模式的超级醋 这些又细分为461个醋和3313个子醋 实际上是单个细胞类型 超醋倾向于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大脑区域 例如,大脑皮层有16个 海马蹄有12个,小脑有6个 但有一个例外 这是团队称之为飞溅神经元的超级醋 这些神经元遍布各处 其他团队深入研究了细节 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生迪亚哥分校的Binran及其同事 试图通过他们的性史RNA 而不是他们染色体中的DNA的不同方式来描述细胞 通过允许或禁止访问DNA 这种打包有助于调节哪些基因被转录成RNA信使 这产生了107种可识别的模式 有趣的是,其中一些模式可以与神经特征和疾病相关联 该团队比较了控制基因转录的DNA片段的位置 这些DNA片段已知具有与疾病相关的变体与不同类型细胞 的DNA包装模式 他们找到了与19种病状的相关性 包括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造狂症、阿尔茨海默症和各种形式的成因 与此同时,由Rebecca Houch和Trigoff Balkan领导的第三组 比较了人类与黑猩猩、大猩猩、一组救世界猴子和熔猴、一组新世界猴子的大脑 寻找关于什么使人类大脑成为人类的神秘问题的线索 他们发现,答案的一部分可能并不在神经元本身 而是在非神经元的大脑细胞称为胶质细胞 人性的线索可能在基因组的某些部分称为Hars和Hakandels Hars代表人类加速区域 这些是在猿和猴子中保持不变的基因组部分 但在人类中发生了变化 Hakandels人类保守的缺失则是相反的 在猿和猴子中发现的DNA在人类中是缺失的 团队发现,这两个区域内外的基因在胶质细胞中经常特别活跃或特别不活跃 胶质细胞有三种 新型细胞 它们调节神经元间隙的信息流动 微胶质细胞 它们修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以保持网络有序 以及少凸胶质细胞 它们绝缘神经纤维并调整延期传递的信号 这表明使人类大脑具有其特性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 它们的微观结构细节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这项工作只是略过了大脑真正的复杂性 为了正确理解这一点 不仅需要列出和描述各种组件 还需要阐明它们如何被连线成为功能单元 收集邮票是好的 但你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个 还要弄清楚邮政服务是如何运作的 欢迎订阅阿尔法科技频道 我们下个节目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